欢迎收看健康一加一 我是主持人黄伟 今天在聊我们的话题之前 非常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蔡博士 来到我们现场非常欢迎你 谢谢 我们今天的话题比较沉重 跟我们的这个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有关 那么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的毒品问题 drugs 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 叫做切勿被毒品吸食了生命 don't let drugs take your life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先从一个新闻开始说 大家都知道 这个有一个非常浪漫 也非常充满激情的一个国家呢 就是巴西 Brazil Brazil呢 也是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新闻当中 今天这个新闻呢 是一个又是一个负面的 又是一个好的新闻啊 负面在哪呢 抓了一个土匪 这个人呢 叫这个罗热里奥157 他有这样的一个外号呢 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毒枭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而且他被指控了这个杀人罪 贩毒 勒索等等一些这个罪名 最近被这个Rio de Janeiro警方捕获了 然后当地的人也对这个事情也是比较看好 觉得李奥的这个李约的这个警方是非常英勇的 也是为这个民众除害呢 那么为什么呢 人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是那么痛恨的呢 我觉得归根结底呢 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杀人犯 也不仅仅是因为他勒索了 因为这些东西可能跟普通民众的这个生活 没有太大的关系 就是说他可能危害到的这个层面不是特别大 他这里边指控的三个罪名 最严重的一个我认为是贩毒 对 为什么说贩毒是那么严重的一个罪名呢 因为他可能影响到了成千上万的人的生命 对 经过他的手进来的这些毒品 而销售出去的这些毒品呢 可能让自己变得富裕了 但是让很多人变得更贫穷 对 让很多人变得身体不健康 精神不健康 家庭不健康 等等一系列问题 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毒品 就这么一个问题 在全世界范围内 不仅仅是在巴西 也是在这个大名鼎鼎的美国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 从2002年到2013年之间 美国12岁以上的人群中 吸食过海洛因的人数增长了63% 死亡人数增加三倍 2013年的时候约有50多万 美国人称在过去一年吸食过海洛因 还有8000多人 8257人因吸食过量而致死 非常可怜 所以眼下这个毒品泛滥 已经成为美国社会 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大顽疾 那么如何应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也是美国还没有拿出有效的办法的 这么一个问题呢 那么美国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毒品消费国 全国产生的这个毒品 全球产生的毒品的60%以上 都是输送美国的 但是这个美国吸食者 占全美人口的8.2% 这也是比较高的一个数据 所以你想60%的毒品都输送向美国 然后呢 它的这个 很多很多这个这个人 包括年轻人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是愿意去尝试这样的一个东西 包括 现在在媒体上 很多美国的媒体也是 不能说是支持 但是至少是 为人们去尝试这样的一些东西 扫除一些道的障碍 对 怎么说呢 就是说在之前呢 它可能会 大力去谴责这样的一个行为 说你不能去吸食毒品 比如说大麻呀 或者是这些什么可凯因啊 哈喽因啊这些东西 尤其是大麻 他就说大麻好像没什么问题啊 有的地方还合法化了 所以人们在道的方面也会觉得 这个好像也 也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 好像跟抽烟是差不多的 其实我跟你说 不管是抽烟喝酒或者是稀释毒品 这些东西都是对人体有非常大伤害的 对 那么不管是谁说了 不管是哪个利益集团在后边在指使 我们一定要去 我认为啊 这是我的一个一个duty 就是一定要去反对 是the pose这样的一个东西 因为毕竟毒品对于人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那么drugs这样的一个问题 还提到了一个addiction drugs里边最可怕的就是成瘾 成瘾对于人的这个身体的摧残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成瘾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addiction是怎么样的一个生理状态 我们先讲那个drug 任何一个除了食物之外 可以改变我们的思想 还有我们的想法的就是drug 然后addiction呢 它有两个上瘾的时候 有两个很特别的 第一个addiction就是 你用的东西一定要量要用越多 如果你用同一个量 你得不到同一个快感 所以你必须要用越多 还有呢 第二个呢 就是你戒了 你不抽或者不吃的时候了 你有这个withdrawal symptom 这是戒烟之后的那些症状 比如说如果是用大麻的 或者卢安童的那些 你会有很多问题 就是没有精神 打磕歉 流口水 还有你思想里面呢 想着就是你要那样的图品 一定用不合法的方法 偷抢 卖儿卖女 都可以 不要 在为了达到 他满足 他的要求 这个叫addiction 就两个 第一就是讲 用的量越来越大 第二就是讲到了 无论怎么样 你要把它戒除的时候 很辛苦 身体有反应 思想有反应 是 确实是 而且我们看到 在中国 我觉得中国这点 还有香港这边 是做得比较好的 我认为在管控这些毒品 或者是药品 它做得比较好 这里边我一定要提到一点 有很多市面上的一些药品 实际上如果用多了 跟毒品是没有两样 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痴痛的这样的一个药 这个药呢 用多了 实际上也会成瘾 也会上瘾的 所以一定要让我们的朋友 去注意这一点的 包括在美国 我看过很多这方面的一些研究 那些 因为自己受伤了 医生给他开了一些止疼药 一些比较强烈的止疼药 之后呢 对于这种止疼药 形成了某种依赖 之后呢 它就很容易再接触到 更强烈的一些毒品 对 所以它是就像一个 一个往下走的一个阶梯 就是你一旦往下走了 你再往下走一步 更容易 然后再往下一步 就更容易了 它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滑坡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你讲的比例来 比喻来讲呢 是比较严重一点 受伤或者开刀 但是另外一个 更容易的 就是酒跟烟 酒跟烟都是 涂饼的 开门的 走上波的 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抽烟 喝酒的人 也容易 有这个 涂饼的问题 是 是 因为实际上呢 我觉得这个 归根结底 就是一个 我们的一个 精神方面的一个 依赖 是最严重的 就是说 你一旦尝试了 某种 让你精神上 有某种效果的 这样的一个物质 你很容易 对它产生依赖 尤其是 如果你 生命当中 空虚也好 或者是 遇到一些麻烦事情 想逃避 因为说实话呢 这些东西 我认为 它的本质上 就是让我们去 逃避现实 逃避我们的问题 不要去面对它 所以 再 再回到这个 这个我们的健康 这个话题上 我认为就是 有一个健康的 一个世界观 和面对生活的态度 是最保守的 一个方式 也就是最 最好的方式 去 去不让自己 去接触一些 不良的 一些习惯 包括吸毒 包括 烟和酒 这些东西 因为 我们的 健康的 有健康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精神状态 就不需要 这些东西了 对了 对不对 好 我们聊到这里 稍微休息 等一下 回来再见了聊 欢迎回来 这里是希望电视台 我们今天健康 一加一的话题是 不要让毒品 吸走你的生命 那么我们今天 说到毒品 这个问题 实际上很严重 但是呢 延伸的话题 可以跟我们 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那么我们先说 这个毒品 它带来的一些坏处 它带来哪些危害呢 可以概括的 这样说 毒品会毁灭自己 祸及家庭 危害社会 十二个字 概括的非常到位 首先说一下 毁灭自己 这个毁灭自己 也不是难理解 这个毒品本身 我们很多人 也会看到 一个吸毒的人 或者是一个瘾君子 他的那种身体状况 不是很好 对 一般来说 都是比较消瘦 比较就是 那个面色 比较 营养不良 黄啊 然后就看得很难受 我都为他觉得难受 对 那么他具体方面 具体来说 这个身体上的危害 有哪些 这个是可以讲 是全身的 有些毒品影响到心血管 还有腹吸血管 还有这个消化道 还有排尿的泌尿系统 这么全面 这个身体 还有最主要的 还有你的精神血管的 这个系统里面 比如讲到一些 用禄腕铜的 摇头丸的人 摇头丸的 他们不可以饮尿的 他尿尿一到了 他就下来的了 这个叫 complication 病发症 所以 还有那些 影响腹吸的 好像我们吃了 那些 麻啡之类的东西 他们就会 腹吸 慢慢慢慢下来 因为它影响到 我们脑里面 控制那个 respiration的 center 对 呼吸的系统的中心 他忘记了 呼吸了 氧气不到 就很可怕了 很可怕 有些呢 就是 吃了那些 下去 去赌皮的时候 他有一个 幻觉 if there's high you feel happy when it's on a bad trip 他们就讲了嘛 Bad trip 真的很 很bad 他们就想到 好像有魔鬼来追他 有蛇来追他 他 无论在哪里 告诉他不 你 危不危险 都跳下来 对 所以是影响整个人 还有我们的免疫能力 因为吃的不好嘛 用所有的钱 都用在这个土饼上面 是 所以 吃的不好 营养不良 免疫力不够 很容易得炎症 肝炎 还有那个 互相用的 那些针筒 分享的时候 因为买新的柜嘛 所以他就跟人家分的时候 有什么艾滋病 还有什么 这些肝 里面的 都会有很多 infectious diseases 那么除了 毁坏自己的身体之外呢 第二呢 就是会 祸及家庭 祸及家庭 当然是一个 比较 严重的问题 如果 这个影君子 或者是吸毒的人 如果他有 有妻子 有孩子 那当然呢 就是 我觉得首先 这里边可能 没有提到的一点 就是 会首先 会影响到 他的事业 对 如果他是 经常吸毒的人 他的事业 肯定不稳定 肯定会有问题 对 上不了班 为了 为了他的 从吸烟开始 喝酒 然后毒里面 他一定为了 满足他的 需要的时候 用了很多钱去买 还有呢 因为他 常常想着 同一样的东西的时候 他不会 想着工作 他做学生的时候 也不会想着 是去念书 还有呢 他不受篇幅 他身体里面 乱七八糟 他也不管了 他心里面想着 就是他要的 那一样的东西 我们还看到 中国有一句话 很厉害的 就是讲 他们六亲不认 燕影一来 人是狼 卖儿卖女 不认良 家中只有 一个吸毒者 从此全家 就永不临日 因为他偷抢 还有呢 借 借到近呢 先从家人借 亲戚借 朋友借 然后高丽太借 对 所以你看 他真的 永不临日 他不好 算了 影响家里面 头一代父母 下一代儿女 自己那代配偶 这个真是 要不得 要不得 是 刚才说到家庭 这块呢 就是 一个人如果吸毒的话 他会影响到 下一代 这个是可以直接 改变基因的 一个东西 是不是 对啊 因为这个 一个习惯的时候 因为 下一代的时候 看到他父母 是需久的 他需久的几率 是很高 吃毒的 他也会影响到 这个就是 看到了 只是看到了 当然 我们社会教育 很重要 我们 怎么 教育 到学校里面 家庭 是第一所学校啊 是 所以这个影响 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 先从家庭 第一到的学校 父母 就是第一个老师 才到 真的 社会的学校 然后真的 到了 受了培训的 老师 所以我们 孩子的影响 是特别大 嗯 对 再说到社会 因为 实际上 吸毒者 他也会影响到 整个社会的 这个安定 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 一个问题 我们很多时候 看到一些 petty crimes 甚至是一些 比较重大的 这些罪行 实际上是跟 吸毒 有关系的 或者是酗酒 有关系的 比如说 我们 很多时候呢 我们这个 在美国 我们会 关注新闻 然后看到 某某明星 罪嫁 或者是 吸毒 开车 被抓 等等一系列 我们就哈哈大笑 说你看这个傻瓜 你看这个人 他 怎么会这样 对自己 也是对自己的 这个整个影响 和对社会的影响 很不好 但是呢 我们往往 就是把这种东西 当做娱乐的时候 我们是 忘了 去 细细地去思量 这种问题 实际上 是在很多人身上 在发生 而且同时 在很多地方 都在发生 他给我们社会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有没有去想 对 因为我们常常讲 吸毒跟犯罪 是双生兄弟 这个很严重的 是吧 因为吸毒的人呢 他往往呢 不管你的道德 法律 完全不顾 做什么 为了达到 满足他的要求 对 对 所以说 对于社会来说 吸毒 是一个 加强 社会不稳定的 这样的一个因素 所以这里边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一个英文 就是 这个毒品呢 用英文来说 应该是drugs 但是我更喜欢 它的中文意思 就是说 毒 就是poison poison呢 在英文里边 是一个很厉害的词 也就是说 如果if you drink poison you will die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一个下场 它是很危险的一个东西 也绝对不会 轻易地去放在 自己的身体里边 drugs呢 drugs是指药物 也就是说 药物它分好与坏 有好的药物 也有不好的药物 然后我们现在说的 这种drugs 就是这种毒品呢 当然是不好的 这种drugs呢 它是poison of the body soul family and society the body is what the body is 我们的身体 the soul 就是心灵 因为你成天想着 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它游影的时候 你的整个心灵 会畸形 你会一直想这个东西 其他的都没有时间去想了 然后family family大家都知道是家庭 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毒品对于家庭 包括孩子 包括配偶 包括家长的伤害是极大的 不仅仅是经济方面 还有这个精神方面 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痛苦 很多压力 然后呢 最后就是society 就是更大一个层面 就是我们的一个社会 整个社会呢 因为这种问题 它multiply 就是等它成规模之后呢 它会给整个社会 带来很多的问题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聊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出一些主意 如何去应对吸毒和戒毒 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欢迎回来,我们接着聊 今天的话题是毒品,如何远离它 如何让我们的生命摆脱毒品的这样的一个魔爪 或者是让我们就是在为我们身边的一些 跟毒品有关的一些朋友出一些主意 让他可以远离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首先我们说到毒品 刚才已经说到了毒品对于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整个社会造成的伤害是极大的 这个危害呢是不容小觑的 但是呢很多人他不是很清楚 如何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或者是生活当中去避免接近毒品 如果说尤其是年轻人 你给他出这么一个这么一个题目说 你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不让自己去侮辱歧途去开始吸毒呢 很多人可能就就没有一个特别系统的一个答案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出几个不错的主意 可以让你远离毒品 而且如果有朋友已经染上了毒品 如何让他去戒掉 首先我们说这个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我们去哪里做什么 去哪里做什么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你经常去一些娱乐场所 而且里边都是喝酒的这种club或者是bar这种地方呢 是不是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呢 当然了特别是女孩子 你上厕所的时候 你不要把那杯东西放在桌子上 回来又喝那一杯 因为他们很容易了人家放了一些土品进去 引诱你 这个是怎样 还有我觉得年轻人不应该去那些地方 我应该去做球场啊 跳健康舞啊 那些比较健康 就是看你的价值观是在哪里 还有你交的朋友很重要 是啊 你周围的人是什么样的 就基本上可以断定你是什么样的人 对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有孟母三千 是啊 所以我们就你交什么朋友 他的价值观就是怎么样的人 所以如果你不要眼上了那些不好的土品的影头的时候 要远离他们 其实他们很容易看得出来的 平常他们情绪变化很大 所以你跟一些情绪变化很大的朋友 其实也不要叫什么太深交的朋友了 最好是远离他们一点 跟一些比较安定的在一起 因为我们的情绪都会互相感染的嘛 如果你是情绪很稳定的人 他们一定是生活习惯有很好的 早睡早起 有锻炼多吃青菜水果那些 我们提供的健康的新年轻人生活嘛 所以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还要看到的时候了 任何的毒品的时候 不要给他们说 是一口 无所谓的 never start your first smoke or first drink or first whatever 对 明明你晓得它是不好的时候 不要开词 对 最好的 我一个很好的一个老师 曾经跟我说过 他说 你想知道最好这个戒毒 或者是戒酒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不要开始 don't ever try don't ever try 就是你不要去尝试 你就不用去想怎么戒掉的问题 那么在这里 我想很真诚地 跟我们的电视机前的朋友去说 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 或者是朋友 有染上毒品 这个也不要怕 有办法的 有办法可以 把他们的这个习惯 或者是您自己的习惯 改过来 虽然说不容易 但是可以改过来的 也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如果我们要去从这个 首先我们说从身体层面 身体的这个瘾 如何去把它戒掉 然后我们再去说 我们的这个精神层面 因为毕竟这个addiction 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身体 一个是这个心理 如果有人染上了这个毒品呢 该怎么样去戒掉 首先我们看它是soft or hot 如果是简单的 好像喝酒抽烟 那个只要你下定决心 就是平常多喝水 戒烟戒酒的时候 不喝咖啡 不给它刺激的时候 多用一些水疗 喝水啊 用水擦身皮肤啊等等 那个可以帮助到的 另外讲到 如果是深一点的 好像marijuana 那些大麻 罗安童啊 卡因 卡卡因 哈罗因之类的 哈罗因那个之类 一定要找戒助手 对 人是帮不了 因为你不把它戒掉 你伤害你自己 伤害你爱的父母 伤害你的同伴 或者是伴侣 也伤害你的儿女 所以一定要找一个戒毒的地方 好好的用这个psychological addiction 把它cut off 对 对 说实话呢 我觉得很多东西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环境 一方面是自己的这个意识 和自己的这个习惯 就是你环境好了 你可能就成功了一大半 如果你把自己的环境 你换了一个好的环境 这一点你就就已经离成功不远了 对 当然呢 最后你是要自己要做决定 说我要一个健康的生活 我要一个健康的价值观 然后我要选择对我有益的朋友 我要选择对我有益的这个饮食 生活方式 像我们平时宣讲的这个new start 只要让自己的这个环境 和自己的意识和意志力 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你可以摆脱这个毒品 同时也可以过上健康的生活